主题字幕 ~! 大家好 我是根根 今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调器 my best 跟大家分享一个双丸子走的叫场 双丸子敌膠 Of the clip 双丸子藏剿的叫场 然后双丸子通的是做法有很多种 今天介绍的这种是适合比较重要的拍摄场合 或者是自己认为需要精心打盘出门的日子 不过我自己平时的话 心情好也会输这个头出门 所以这个看个人喜好 然后先交代一下自己头发的情况 我头发是比半年前已经长长了很多 半年前的长度也可以输这个头 大概到这个地方完全没有问题 那就开始搭吧 现在是已经把刘海夹了起来 然后大家注意夹刘海 就是把刘海竖起来之前 把刘海夹起来之前 先分出等一会儿要卷起来的地方 竖一个三角形出来 因为我这个地方有点凸 所以想留一点头发把它遮住 这个是 然后就把它们加起来 然后我们把头发平均的分成两份 然后现在我们梳一个双马尾 这个地方的走向是往后的 然后拿这种小皮筋固定起来 搭好双马尾之后就把卷发棒加热一下 或者说提前热好也可以 然后通常会加热到180度 卷发棒加热好之后 我们就把马尾分成三份吧 两到三份的样子 先拿起最外面的一束 用卷发棒树的卷 放下来之后不要把它用手弄散开 然后第二第三束也是这样 这地方不用卷太高 卷发尾就可以了 方向随意吧 反正最后是看不到这个卷的 然后两边就已经卷好了 然后注意就是刚卷完就是千万不要用手去把它弄散开 就让它自然的变凉 就亮一下它 这样会让它的卷度保持得更持久 如果这个地方就到了这一步 想要效果更好一点的话 就像这样拿起一束 这样往卷的方向扭一扭 然后用这个发胶喷一下 就只喷尖尖的这个部位就好了 然后捏住发烧的地方 用这种细齿梳 轻轻的往后面梳一下 往反方向梳一下 做出来就这样了 这样子我非常像头发少的那子推荐这个办法 因为这个会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多更蓬松 然后像这个样子把它按照你想的 用这种一次夹固定在头发上 固定在头上 然后第二第三树也是一样的 捏住发烧 捏一点发胶 用细齿梳 往后倒树 这样不止头发看起来蓬松 一会儿到最后的时候 你的头发看起来也会比较有纹理 这就是蓬松感的关键 剩下的都一样 现在就已经做好一个大盖了 让大家看到这个形状还没有很突出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要用这种流行卡 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大概这样就已经做好一点了 我把这些飞出来的头发用卷发棒 顺着这个包包的最丸子头的形状的卷一下 帽子在上面穿一点发胶 调整一下它的纹理 对不对 就这么大了 让我们就做好一点 它就在做好一点 所以将这个冬菜上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做好一点 所以我们做好一点 我做好一点 它就好一点 现在两面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最后来处理一下刘海的部分 先卷刘海的地方 像这个样子拿起来 小心不要烫到额头 再发烧停留一下 确定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卷度 刘海卷完之后 所有的地方卷完之后 都千万不要用梳子 毕竟时间把它梳开 稍微冷却一下之后 也是用细齿梳 把它梳开看一下效果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就开始卷冰角的部分 还是用我一直用的那把 向后卷 两边要对称 两边卷的方向要一样 那现在这个双丸子头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做头发之前 如果你穿着套头的衣服 那你一定要记得 做头发之前把它换下来 那我现在就换一件过年版的衣服 那我现在就换好了衣服 准备出来了 看看之前 在做好的丸子上面 带一些你喜欢的视频 像红色的蝴蝶结之类的 忘记说把前面的头发抽松一点 看起来会比较可爱 不用抽太多 大概以后一中 一千 就可以了 打一个花花 就完成了 马上就过年了 记得打扮着漂亮了 去收历史 学会的姐妹 可以在评论里面交个作业 然后学会的姐妹 别忘记一件三连 这期就到这里了 好久不见 再见